课文 中国古代书院 中国藏书的历史很长 有两千多年了 有官方藏书 也有私人藏书 唐代有人把藏书的地方称作书院 之后 各种书院藏出不穷 甚至有人把自己的书屋也命名为书院 时光流转 书院渐渐发展成了藏书 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 比如 东家书院就是中国书院史上 最早拥有学田 定有规章制度 收有学生的私办书院 它前后存在了千余年 名字更换了三四次 截止到清朝末年 书院制度终止 东家书院改成了学校 可以这样说 萌芽于堂 完备于颂 废纸于清的东家书院 是中国书院制度的一个缩影 历史上的书院立足于人才培养 它把灵魂塑造 看得和学问同等重要 提倡刻苦严谨的智学精神 努力实践自由活泼的办学宗旨 书院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得业并重是书院自始至终的追求目标 翻开各时代书院颁布的学规就能发现 书院重视学问 更重视品德修养 比如 立则书院学规第一条大意识 凡是本书院的学子 都要孝顺长辈 敬爱兄长 为人忠诚 守信用 不顺从长辈 和兄弟不友善 与人不和睦 对朋友不忠诚 言行不一 善以虚伪的言辞 掩饰过失的无耻之徒 一经发现 本书院定不容纳 短短一段文字 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书院在人文环境的治理上 是有标准的 那就是树立正气 唾弃卑鄙 堕落的腐败行为 因此 有学问 有道德 有崇高的境界 就成为了古代知识分子 地质终生攀登的道德高峰 提倡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 是古代书院的共同特点 古代书院学术思想各有不同 但治学态度却极为相似 认为读书没有窍门 没有捷径 唯有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 扎扎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才能做好学问 在学习方法上 提倡读书成诵 因为书读百遍 奇异自见 提倡温固之心 提倡博学求精 提倡读书须有疑 书院在办学方法上 努力实践自由活泼的办学思想 首先 书院本着贫富平等的原则 敞开大门 招收平民子弟入学 这在当时 确实是令人震撼的开明之举 其二 书院重视自修和研究 在读书的过程中 倡议自行思考 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涉 也不会过多过问 以便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三 鉴于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大家的知识是无限的 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众人的智慧面前就不是问题 书院倡导 互相切磋 互相学习 其四 鼓励师生之间相互质疑 形成探讨争辩 求真求实的学习风气 另外 重视观点的多元化 开展不同观点的论辩交流 也是书院提倡的 观点对立 有分歧不要紧 开放保守也无关紧要 书院主张不同学派 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辩与较量 为此 书院设立了讲演辩论制度 类似今天的论坛 这种学术活动 很受欢迎 学子们学习热情高涨 相互激励 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书院讲究掌幼 注重礼节 但不拘腻 主张刻苦自立 自主学习 却又鼓励相互质疑辩论 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 感情深厚 学生忠心爱戴名师 因为他们学识广博 品德过人 给学生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是学生崇敬的偶像 书院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 学术的发展 产生过重要影响